内蒙古呼伦贝尔一杀人犯直面服刑15年 尚未有官方调查结果 近日又一起同类事件被媒体曝光 因故一杀人罪被判处死缓的王某 本应在呼和浩特市第一监狱服刑 却通过保外就医 赞予监外执行的方式逃脱刑法7年多 期间外出旅游 工作甚至结婚生子 直至2019年10月才被重新收件 财新记者获得的判决数显示 包括监狱医院副院长在内的五名医医卫 王某编造病例 出具病情危重报告 进而违法办理保外而分别获行 五名涉案御医的多位辩护律师 向财新记者证实 前述涉案的王某 正是本事寄出内蒙古轰动一时的 民办高校校长故凶杀人案中 收受20万元后 杀害一名高校教师的凶手王运红 王运红应该案被判处死缓 后经两次减刑 最终刑期未15年 结果他在服刑5年后 通过保外就医 在监狱外生活了7年多 司法事件中 违法办理保外就医的案例 并不少见 应该如何填补制度漏洞 受雇杀人 获行死缓 王运红是山东人 生于1974年 他被判死缓 源于一起2001年 发生在内蒙古的买凶杀人案 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 2001年9月3日晚八十许 王运红电话联系到 内蒙古科技专修学院 兼职教员武征 并将其骗上自己开的一辆越野车 在车内将其杀害 又把尸体抛弃 用土和树叶掩埋后 逃离现场 王运红此番行凶 细受雇余人 内蒙古科技专修学院 原院长张明德 在同年7月支付了20万元 要求他将前同事武征 刘志国做了 经法院审理查明 原来2001年2月至3月期间 应该学院招生 和立分配等问题 张明德与武 由之间产生矛盾 后武 由离开该院 到内蒙古管理经济技术 专修学院任教 但仍以原任职学院名义 向社会公开招生 2014年3月23日 王运红在云南省丽江市 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 2005年12月12日 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明德 王运红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各项经济损失 28.3万余元 两被告护付连带赔偿责任 另有一人因在王运红逃避期间 帮助窝藏而获刑三年 另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 王运红故意杀人罪 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 一审判决作出后 王运红未上诉 检查机关未抗诉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 经复合审理 2006年3月20日 裁定核准原判 判决生效后 于2006年4月14日交付执行 缓行考验期满后 内蒙古高院于2008年6月30日 裁定将王运红 减为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2011年3月11日 该院再次裁定 王运红减为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改为4年 刑期至2026年3月10日 财新记者注意到 王运红第二次获准减刑后不久 在2011年4月29日 就由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批准保外就医6个月 后来又4次续保 每次6个月 直至2014年2月25日被收监执行 然而4个多月后的2014年7月10日 他又获准保外就医3个月 之后续保6个月 2015年4月30日 又被批准赞与监外执行 直至2019年6月21日 才被重新收监 前述裁定书显示 除2011年4月29日 第一次保外就医外 王运红其余第一次保外就医 赞与监外执行 均不符合法定条件 最后呼和浩特中院 裁定其监狱外的 总计7年1个月20日的 赞与监外执行的期间 不计入执行刑期 不符合法定条件 为何又能办理保外就医 或赞与监外执行 变更形式裁定书显示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 第一医院相关人员 在办理王运红保外就医 鉴定过程中 未寻私情私利 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多次违背事实 隐瞒真相 夸大病情 出去承请罪犯 保外就医病情危重报告书 罪犯保外就医病情 鉴定意见书等材料 严重违反了 罪犯保外就医 病情鉴定相关法律法规 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财新记者了解到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五人 他们分别是 内蒙古呼和浩特 第四监狱原副监狱长 兼任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 下称监狱局第一医院 副院长的王全人 以及监狱局第一医院 内科原主任高春桃 预防保健科原主任张满 原医师李齐放 急诊科原主任医师陈华 直面服刑七年多 如何打通关节 2020年4月20日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奈曼齐法院 就前述五名御医 因患关心病 急性心肌梗塞 性功能二三级 在监狱局医院住院治疗 因王运红病情严重 需做心脏支架手术 2011年4月29日 京四市区监狱管理局 批准保外就医 急保六个月 王运红进行了 关外支架手术 保外就医六个月期满 请你办理延长 保外就医期限及续保 此后 王运红成功续保五次 保外就医一次 赞与监外执行一次 在监狱外的时间达七年多 期间 他外出旅游 工作 结婚生子 判决书披露 在王运红共计七次保外就医 和赞与监外执行中 王全人 高春桃 张满 李其放 陈华五人 利用植物之便 为他扫除了诸多障碍 例如 王运红第二次续保过程中 于2012年4月9日 至4月17日到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下称内衣大副医院 住院治疗 监狱局第一院 医生李其放考察结束后 选择性地整合了 王运红 2012年3月8日就医时 医生出具的关心病 陈旧性 前臂心梗 性功能四级 高血压三级 极高危阻 等门诊诊断证明 撰写续保门诊病例 并出具 承请罪犯病情危重报告书 但事后经查证 2012年4月17日 王运红病情明显改善 且已出院 2012年4月25日 监狱局第一院内科保外就医 鉴定小组讨论了 前述续保 李其放 张满 高春桃 陈华 仍在 承请罪犯病情危重报告书上签字认可 两个月后的6月26日 监狱局第一院召开保外就医 鉴定小组会议 认为王运红病情符合保外条件 会议记录显示 陈华在介绍王运红病情时 提到副院下的病危 事后经查 那一大副医院在此期间 未出具过病危通知 同年7月2日 监狱局第一院出具 罪犯保外就医病情鉴定意见书 经监狱管理局审核批准 2012年8月7日 王运红获续保6个月 此外 王运红第三次续保时 张满在2012年10月31日的 考察基础上 撰写续保门诊病例 但时隔两个多月后 张满仍依据此续保门诊病例 出具了相同诊断 张满 李其放等人在 添加了该病犯病情较重 多次住院 病情未见好转 继续积极治疗内容的 乘请罪犯保外就医 病情危重报告书中签名 王全人签署病情属实的意见 但同期王运红 并未在医院住院治疗 2013年1月5日 王全人主持召开 监狱局医院保外就医 鉴定小组会议 认为王运红病情 符合保外条件 并出具 罪犯保外就医病情 鉴定意见书 经监狱管理局审核批准 王运红于2013年2月4日 续保6个月 在第7次的赞与 监外执行过程中 2015年3月19日 作为王运红主治医师的高春桃 在没有进行任何考察的情况下 出具了病危报告 得出患者目前病情危重 随时有猝死可能 搞病危的结论 后在监狱管理局法治处认为 这份报告间隔时间太长 不能使用时 同年4月29日 高春桃再次出具诊断相同 但依据有所变动的 承请罪犯病情危重报告书 王全人再次签署病情属实 2015年4月30日 监狱管理局决定 对王运红赞与监外执行 案发后 据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 对王运红病情咨询 医学专家意见的富含 及专家意见 证实其在2011年10月至2015年期间 未达到病情危重 随时有生命危险程度 王运红也承认 存在病例造假行为 除此之外 协助王运红保外就医过程中 王全人还有其他贪腐行为 判决书显示 在王运红第5次续报时 其家属为结识王全人 保证王运红能顺利办理保外就医 通过时任呼和浩特 第三监狱副监狱长杨某 宴请王全人 饭后将事先准备好的 5万元人民币现金 放在装酒和底部 连同剩余的两瓶茅台酒 送给王全人带走 后王全人发现 钱款后退还给王运红家属 时隔不久 王全人为帮助自己女儿 完成银行拦储任务 找王运红家属帮忙 其家属在王全人女儿工作的 中国银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之行 购买了20万元国债 作为王全人女儿拦储任务 大约在同年中休节前 王运红家属 还将一箱茅台酒 送到王全人女儿处 作为节日礼物 让其转交王全人 根据判决书 除了王运红违法保外就医案 王全人等人 还涉及罪犯邹某 庄某的违法保外就医案 奈曼其法院审理认为 王运红 庄某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邹某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三名重刑罪犯 在执行剩余刑期 长于七年的情形下 只有几保 及具有生命危险的罪犯 才可保外就医 然而 王运红保外就医七年之久 其在保外就医期间 外出旅游 工作 结婚生子 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情节特别严重 据此 2020年4月1日 奈曼其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王全人犯完乎职守罪 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六个月 高春桃 张满 李其放 陈华犯滥用职权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至五年不等 一审宣判后 高春桃 张满 陈华不服 提出上诉 2020年7月17日 通辽市中级法院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王运红服刑的 呼和浩特第一监狱 相关人员也有受到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庭官网 信息显示 2020年8月24日上午 呼和浩特第一监狱 以王运红案件 开展了一案 促改专项警示教育 这是监狱第三次 专门就该案 开展警示教育 呼和浩特第一监狱 有四名警察 因王运红案件 受到党政绩处分 三名警察受到戒免谈话 保外就医漏洞何在 财新记者树立发现 违法办理保外就医的案例 并不少见 财新此前报道 1992年5月 未满18岁的内蒙古男子 巴图梦和 因所示将人同死 而后获刑15年 通过保外就医 其并未到监狱服刑 便刑满释放 保外就医期间 巴图梦和先后入党 当选嘎查达 蒙宇 吉村主任 其人大代表 被害人母亲 多年来持续向 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2017年巴图梦和 被重新收监 详见财新网 内蒙古一杀人犯 纸面服刑15年 诸多谜题待解 据广州日报报道 江门市委员常委 常务副市长林崇中 因收受港商贿赂 并向其低价出让土地 造成国家财产损失 9404万元 2009年 林崇中被 何元市中级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此后 因林崇中患有 高血压等疾病 法院当庭准许 其保外就医 兼外执行 经查 林的家属贿赂了 时任何元市 看守所所长 指导员 以及何元市医院 医务科长 和一名医生 在医生出具 不时体检报告后 医务科长 更在其报告上 做了伤改 使林崇中的病情 更适合保外就医条件 新华网曾报道 广东省电白县员 教育局局长 陈建明因高考5B案 在2001年 被判处有期徒刑 而后 电白县法院 已患有传染性乙型肝炎 严重性疾病 不宜长期关押为由 对陈建明实施 赞予兼外执行 2001年11月 电白县法院 持释放通知书 到茂名市看守所 提走陈建明 但是 陈建明并没有被送到 其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依法监管 而是逍遥法外 长达八年之久 当地法院 公安等部门 均不知己所踪 保外就医是 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一种 兼外执行措施 根据2018年修正的 刑事诉讼法 第265条 对被判处 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的罪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赞予兼兼外执行 一 有严重疾病 需要保外就医的 二 怀孕或者正在 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 生活不能自理 是用赞予兼外执行 不治危害社会的 对被判处 无期徒刑的罪犯 有钱款第二项 规定情形的 可以赞予兼外执行 保外就医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 审批程序 根据1990年司法部 最高检察院 公安部印发的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 保外就医 首先要由监区讨论通过 报预证科审查 出审同意后 进行病残鉴定 鉴定结论 应经医院业务院长签字 北京务工律师事务所的 刘昌松律师 向财新记者表示 表面上保外就医 审批程序复杂 但实际核心环节 在于医生鉴定 只要签字了以后 其他的就顺着走了 往往都是走过场的 他还指出 由于鉴定 具有一定门槛 相对封闭 再加上缺少外部的监督 容易发生 独职滥权行为 刘昌松认为 应当建立引进外部 监督机制的 严重疾病复合委员会 有诊断鉴定以外的 相关医疗专家 律师等法律人士 人大代表等参与 以保证鉴定的客观性 此外 实际成熟时 可考虑将赞与监外执行 也纳入司法审查范畴 像减刑假释一样 走严格的司法程序 2014年1月 中央政法委出台指导意见 要求严格规范减刑 假释赞与监外执行 切实防止司法腐败 同年10月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和原国家 卫计委印发 赞与监外执行规定 其中明确 对需要保外就医的 故意杀人等 暴力性犯罪的罪犯 原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或者无期徒刑的 应当在检卫有期徒刑后 执行有期徒刑 7年以上方可适用 赞与监外执行 罪犯需要赞与监外执行的 应当向检察院 通报有关情况 检察院可以派员 监督有关诊断 检查和鉴别活动 此外 这份新文件 还重新划定了 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